这是一个用纸筒和粘土制作的创意小屋 那么这也是《寡解记》一年来复耕的第一个作品 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要准备一些这样的纸筒 然后将它做出这种圆锥形 粘贴的方式同样是用肉用胶 接下来在小屋的表面画出一些门窗 然后用壁纸刀刻画出来 接下来又用到粘土塑形 那么寡解这种保存粘土的方式之前也介绍过 就是打开包装放进一个密封的盒子里 要在上面喷一点水 然后盖上盖子焖一段时间再打开使用 那么使用的方式也要像这种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这样相对来说就不容易开裂 这也是寡解使用粘土的一贯方式 然后等干了之后用砂纸将表面打磨平整 这样一组精致的创意小屋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敬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器官 咏 肯 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